有一种炫富叫华晨宇,一顿早餐上万块,难怪郭麒麟都找他借钱,说起华晨宇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,之前他通过选秀节目出道,在音乐上很有天赋,但是近几年来他也开始参加综艺,刚开始粉丝们都是非常的担心,因为华晨宇是一个非常害羞和内向的艺人,但是现在他也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现在的他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这张照片就是华晨宇自己做的朋克早餐,本来就是华晨宇晒了一下自己亲手做的早餐,但是眼尖的却注意到了这些餐具,他们找到了这些餐具的同款,装一窝用的盘子价格是300多块钱,装红酒的酒杯7000多块钱,就连餐具也是500多块钱,旁边的蜡烛也是接近5000块钱,这顿早餐的价格不费啊,这也难怪,郭麒麟在采访当中被问如果找谁借钱,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华晨宇,因为华晨宇富裕,看来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空虚来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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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